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五大公认的常用灯语 安全又礼貌 老司机基本都懂 以及来长知识吧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有些车辆在信号灯转绿了之后还是不走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我们常用按喇叭的方式提醒 但是这种方法很不礼貌 市区里也不准鸣敌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闪一下大灯 提醒前方的车辆 第三种则是当你发现其他车辆的后备箱没有关牢 或者存在其他安全隐患的时候 可以在他身后连续闪三次眼光灯 如果他清楚是什么意思 就会自己靠边停车捡车 第四种是在行车时发现自己的身后的车跟得太紧 你可以用不停亮刹车灯的方式 再提醒身后的车辆以保持安全距离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算是最有用的 在开车的时候最烦恼的严实性就是超车了 很多车就是在超车的时候互不相站 结果导致事故发生 这种时候如果用灯底交流就不会有事故发生 比如说当你发现身后的车打开了转向灯 要变到超车 你可以用车灯来表示是否愿意 同意就闪一下远光灯 不同意就连续闪远光灯 如果超车之后他向你闪三次双闪 说明他在向你表示感谢 怎么样这些灯雨对你来说有帮助吗